一定要谨记 你一定要要上课 上课的高能量 你感受不到吗 这么多人都证实在这个课堂上有高能量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知道他有高能量 哪一个人要说为什么他有 证实他有高能量 你该不会说 师傅说有高能量 就叫做有高能量 该不会吧 这么low 对吧 为什么 你说说看 好来 凌柔 要大声一点 那个谁跟我反应说 师傅 学长们 王阿威亚奉 请坐啦 王阿威亚奉 请坐啦 因为我们有非常亲近的大师 师傅 所以他教导教化之下 而且在课堂上的高能量当然非常大 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 你们满意吗 还有没有 我不能说他错 但是还有没有更 更直击要害的答案呢 来 1 2 3 go 哪一个人有 江明珠 更直击要害 我不是说他的答案错 他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这不够啊 对吧 你的人生浪费了多少时间在瞎绕啊 他这个答案就是叫瞎绕嘛 对吧 师傅 王阿威亚奉 请坐 王阿威亚奉 请坐 弟子江明珠 试着回答 好 要大声一点 我想到吴春兰他请假一个月 因为他的过敏很严重 他不能污着嘴巴上课 所以 他说他在云端都听不到同学麦克风太小声了 弟子试着回答 如何看这个人他有高能量 主要是他的日常行为的行儀 是不是站在那个乐观敬取 乐观敬取 然后那个助人 助人 然后展现那个生命的耐力 跟高助人的心 好 两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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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能太多 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这两个答案都不对啦 特别江明珠的答案我特别low嘛 他停留在有向陪伏 你看到吗 乐观敬取助人 通通都是有向陪伏 你没有进入无向的修会 你没有进入终极本质 为什么说这个课堂绝对保证是高能量 因为师父的 你说的行儀言行举止 这都对哦 但是你没有直及师父的要害 师父不管点评也好 师父不管做任何事也好 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才有可能直及 终极本质进入高能量 高能量的门户就是叫做超越二元对立 佛教称他为什么 1 2 3 go 佛教称他为什么 这边有人要回答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就是不二中道 请问你叫什么大名 我叫蒋路华 对 每次他都会讲别人不报名 他自己就是做错误的示范 对吧 对 超越二元对立在佛教的名项就称为 不二中道不差越二元对立两端 你站在任何一端 你直守任何一端必然带来苦 你说我行善 像嘉明珠讲的 积极进取行善都是好的 你这个叫做你直守一端 你一直直守一端的话 你必然不能允许别人犯错 所以你又在造二业了 是不是 这个是最重要 你来上课那么久了 林柔你2018年来的对吧 到现在几年了 进入第四年了 你这个最根本的 书的课跟其他的人的课 最大的不一样 你没有办法直击要害 王滬中更早 2017年就来上课 王滬中连举手都没有啊 对吧 给他掌声鼓励 他自己也掌声鼓励 超越二元对立 就是要这样训练 就是要这样训练 有些人他一被师父点名了 他就害怕了 就不来上课了 这个叫什么 这就叫low嘛 对吧 是的不能这样 这样子的话 你的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 难道你也 你难道也落跑了吗 不对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珍惜 在课堂上有师父给你点名 点名就是要你 要大家看到你的试错也好 像王滬中的试错 所以才说他山之石可以怎样 可以攻欲 可以攻欲 因为你的试错变成是一块玉石 来帮助大家觉醒嘛 多重要啊是不是 然后点出来了你的 你的法布施的功德嘛 对吧 你帮助很多人觉醒了 有些人他根本不知道这样是错的 是吧 好所以我们回到一定要珍惜这个课 因为什么时候要不能讲课不知道 国际局势真的太紧张 太那个 台海两岸也是特别的紧张 好 那上个礼拜 这张图就考导大家了嘛 对吧 好 所以今天再重考一遍 补考嘛 补考嘛 对吧 好来 都是两次啦 One two three go 这种叫做直觉训练 你是根本不需要了解它是什么 没有意义啊 要的是我看到这一个我想的是什么 就好像你现在面对国际局势的紧张 你想的是什么 重要嘛 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的话 你永远都是在那边等别人给你下指令 太慢了 你连逃都没办法逃啊 其实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财你的家庭 都是同一个道理 你一定要训练直觉思维嘛 所以爱因斯坦说什么 直觉是人类的天赋 然后呢 逻辑思维是仆人 很可惜的是 社会把荣耀给了仆人 却忘了自己的神圣的天赋 怎么知道啊 爱因斯坦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 是不是都是用逻辑思维 逻辑的方法 研究方法 要假设要有一个大前提 然后做实验 由黑的证明白 对吧 由生证明死 都是二元对立的 然后最后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爱因斯坦才说很可惜 社会把荣耀给了逻辑思维 却忘了直觉思维 另外一个诺贝尔得奖的 犹太医的那个名人 他是行为经济学家 得的是生理学的 心理学的奖 行为经济学家 得的是心理学的诺贝尔奖 叫做Kahneman 如果你有仔细在阅读师傅的播出 最近才播出 然后这一个人他有讲说 人的大脑 因为他是心理学的得奖人 人的大脑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快的系统 一个是慢的系统 快的系统就是直觉思维 慢的系统就叫做逻辑思维 他说只有当你的快的系统瘫痪了 你一直都没有用直觉思维的话 他只好启动你的逻辑思维 所以你的逻辑思维被启动 是因为你常年没有使用直觉思维 讲得多么的清楚啊 所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训练直觉思维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谁在有系统的训练直觉思维 好所以我们现在又就是借由图来训练直觉思维 你不用怕犯错说我不懂这个是什么 我问了黄淑娥 黄淑娥说我不敢回答是因为我不懂这个是什么 我说那你就可以说师傅我的答案是我不懂这个是什么 但是我看到两个圈 所以一个圈我给他称为统体大碑 另外一个小圈我给他称为爱见大碑 那是我帮他讲的吧 这样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你有说一定要知道说这是什么吗 没有嘛 好来 1 2 3 Go 徐经文 徐经文 徐经文老师他非常有智慧 我们一定要给他掌声鼓励 他是新人耶 他是新人多次急中要害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什么 不写回你们 这个是领头羊的comments 领头羊的点评 对是 从今以后他会写 对 好来徐经文 师傅各位师兄 我看这张图片 同体大碑 爱见大碑 然后他重点在差异 那我觉得碑就是大慈碑 那是如如不动的 那同体跟爱见的差别 我感觉比如像是同理心跟同情心 那就是同情心的话 他也是一种慈悲 可是他少了同理心的感头身受跟智慧 那可能这中间的差异 就是在于那个智慧的呈现 那这个图案的话 那个大的星球要撞过去 那有一个像轨道的东西 那在于说他有没有跟人家同理 同在一个轨道上 同平共振 才能够真正的体悟到人家的痛苦 就像现在乌克兰战争一样 那全球人都很为他们担心 可是如果只是同情心的话 那其实就比较low了一点 那有出钱的有出力的 那没有的话也可以回向或祝福 甚至有些国家是用抵制的方式 软性的那个刺激 这个都是大悲心的一个展现 那就是差异性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谢谢 哦 赞不赞 赞 好 再来一个 1 2 3 GO 好 王副中 王教授终于举手了 各位学生 你的校友在这 楊宗憲 他是第二次道课 他以前参加过 与圣玄有约第二梯次 那个时候跟他同一梯次的是 尤本养 还有那你 对 是 好 师父 王阿比阿方插座 弟子王副中式的回答 这个开场的图 然后我 我自己看到的这个图 其实就是有两个星球 然后 然后当然有一个是主发光体 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被他 等于说 受到他的发光的影响的 被发光体 那就是有一个主一个受体 那我感觉起来就是说 当我们 这样子一个情境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 对于说这样子一个 发光的现象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正向 非常的光明这样子 可是这个光明跟正向 反而你会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就又变成是一种执着 因为他 他其实散不出来的东西 其实 虽然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当你过度执着的时候 你就变成陷入说 所谓的爱见大悲这种情境 那从刚才师姐讲的东西 其实事实上 其实两个星球本身 其实 所谓的 其实所谓的 巴光体跟被发光体 其实也是互为 可以互为主体 我召见你 召见我 所以其实事实上 是可以互相感应的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感觉 跟同体大悲 有关系的地方 以上 OK 好 好 师傅讲过说 这种直觉思维是因人而已的 没有对还是错 没有 你也不用执着说 我一定要讲对这个图 这个图是火星外气 它的气外泄的图 然后师傅用这个图 其实最主要是要讲 这个同体大悲跟爱见大悲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 什么叫爱见大悲 大悲就是对大众 对众生的悲心 慈跟悲是不一样的东西 慈给人快乐叫做慈 悲拔人的苦痛 他有苦 他现在财苦 事业苦 各种苦 师傅想办法拔他的苦痛 这个就叫做悲心 大悲 大悲是说对大众的悲心 那爱重点是出在爱见他就错了 爱见是贪爱的见解 哎呀我舍不得他受苦啊 所以就给他得过且过得过 这个就叫爱见大悲 比如说吧 上个礼拜 师傅说 哎你们赶快把这个的直觉思维要训练一下 然后你们就1 2 3 go 两次就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回应嘛 对吧 师傅如果允许你不回应的话 这叫爱见大悲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就在得过且过嘛 师傅还跟你一样负能量嘛 这就叫做爱见大悲 然后理由就说哎呀 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啦 这么年轻就能够来跟着师傅学习啦 很不错啦 所以给他掌声鼓励 太多这种烂好人嘛 对不对 是 但是师傅 文书法教就是不允许这个 文书法教就说爱见大悲 因舍离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课对吧 《维摩节经》所教导的爱见大悲 因舍离 同理之你训练你的孩子也是啊 爱见大悲应该要舍离 譬如说吧 张靖大律师我的徒弟 非常知名的大律师忙得要拾 25年的政治生涯啊 女性从政25年 现在已经30年了 这不容易啊对吧 她的孩子在办公室 跟他要钱 怕吵嘛 就是说好吧 签了摔一把就给他 小时候就这样子 到大的时候 伟大不掉了 问题非常大了 这就爱见大悲 你看到了以后 你要及时制止 你的零用钱 20块 每天20块 我就给你20块 不能因为我现在很忙 然后你来吵 我就给你200块 赶快赶你走人 你别来吵我 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德校长 那个隐形翅膀儿童脑发育 那个不也讲到吗 德校长说很多的家长 怕孩子来吵 所以孩子一吵就给他手机嘛 他就安静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爱见大悲 是错误的嘛 结果搞到 为什么儿童不能有手机啊 为什么 考你们 上个礼拜的 1 2 3 go 不能在下面七七歪歪了 对吧 一定要大声讲话 你帮助众生理解嘛 1 2 3 go 好 颜 颜姓林 为什么小朋友不能有手机 似乎上个礼拜就有说过了 那个是 所谓甜鸭式的教育 甜鸭式的教育 没有 他没办法训练他自己的思考能力 他没有小朋友 他看手机是甜鸭式一直吸收而已 就像我们看电视 一直吸收都没有思维 对吧 那现在的医学不已经证实 看电视老年痴 会引发 诱发老年痴呆嘛 对吧 我还讲那个案子 举例他就是电视儿童嘛 对吧 是 未来应该现在吧 爱见大悲 爱见大悲 对 所以 小朋友 因为他的脑 发育还没有整全嘛 他有空间 他必须要正常发育 那正常发育 小朋友要怎么样帮助他正常发育啊 1 2 3 go 这一题比较难 如果你答对 我给你两个法宝 来 要怎么样 那个视频有啊 上个礼拜的视频有有讲啊 师傅 On Arial Home Culture 弟子江明珠 试着回答 好 儿童必须要有互动式的训练 对 他才能够训练他的那个大脑的发育 对的 对的 就是要互动 谁在教导互动啊 谁啊 什么父母 师傅好不好 师傅不是都在互动吗 什么父母 师傅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来跟你们互动 防止你们老年痴呆嘛 不就 对呢 多重要的课啊 真的多重要啊 对啊 是啊是啊是啊 师傅的课从我96年就是2007年就在这边教了15年啊 我没有一堂课不互动 我堂堂都互动 这就是我遵守 必须要保护我的学生 保护我的读者 不能有老年痴呆 对吧 而且师傅的课一定是交叉学科论证 交叉 不是只是讲佛法 从各个不同学科的领域去验证佛法的不可思议性 是谁的名言啊 1 2 3 go 谁的名言 爱因斯坦嘛 爱因斯坦嘛 爱因斯坦说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什么 老年痴呆嘛 对吧 你就是有真宗性的妹妹你死不承认 真宗性老是搞反了 那师傅为什么不会搞反 你记住一点就好了 我们不是都在讲宗教 没有科学你来论宗教 那你就是瞎子嘛 师傅不要我的学生 不要我的读者变成瞎子 所以师傅一定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佛法的不可思议性 所以师傅都做到了 是不是 你到哪去找这样子的师傅 太困难了 一定要惜福惜缘 对吧 好 好 那我们要赶快跳过 四十三集 我只讲了 sorry 我只讲一半而已 爱见大悲 就是贪爱 有贪爱的成见在里头的 表现出来是烂慈悲的 这种因舍离 这是上个礼拜的课 这个礼拜要秀出来同体大悲 同理大悲才是正确的 体就是本体 就是终极本质 同就是什么 你时时刻刻都立即在终极本质 看待众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发现众生的终极本质 跟你是同一个 你一定要发现这一点 所引发出来的 就拔悲苦的那个心 叫做同体大悲 今天会深入的讲 因为很多人停留在爱见大悲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区隔出来 同体大悲跟爱见大悲的不一样 刚刚徐静雯老师讲的特别好 他说这个应该是同是同理心 同理心empathy 同理心就是说我有感同身受的心啊 同情心是单方向的同情 同情张连生他的癌症恶化了 所以他在做化疗 这是同情心 同理心是说这一个化疗的苦 我能够感受 我要提醒您 同理心仍然在现象界 这个体本体是终极本质 它不是现象界的东西 你一定要体 你的思维要上升到终极本质的时候 你才能够大放光明 你才能够挥洒你的高能量 同理心心的投射 心嘛 心仍然在现象界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心在现象界啊 学理在哪里 one two three go 心仍然在现象界 怎么证实啊 不能再耶 私底下叽叽歪歪 亏你还是老师呢 对 对 非常没礼貌 对 我非常没礼貌 好 来 加油 师傅还有各位同学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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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沉迷于适者的回答 就是 要大声一点 Krishra Merti 讲过类似的话 当你说大的心或小的心 我说那是脑 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是脑 就是现象界实有 就 嗯 对 好 这是一种解释 但是 你不能永远都停留在 在这个层次嘛 对不对 这个层次已经 好几年前师傅教的嘛 你应该要再上升嘛 再上升 最近师傅有讲 最近才推出啊 我考了我皇叔儿 皇叔儿被我考倒了 李安德神父 那个 超个人心理学家 加拿大的李安德神父说 我们的精神层次 我们的灵性有四个层次 一个是物质性 然后呢 一个是 一从低到上 物质 精神 然后呢 理性 这三个都在现象界 最高的是叫灵性 是超理性 灵性也就是佛教讲的什么 灵性 spirituality 是佛教的相似于佛教的什么 错 你如果你把灵性呢 比喻成佛教的阿拉耶什 就是大错特错 灵性 灵性 spirituality 他是超理性阿 超越理性阿 超越理性阿 理性都在现象界阿 超越理性进入如如不动阿 所以他就叫做佛性 就这么 这个有播出阿 可见你们都没看嘛 对吧 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回答 你不能一直讲Krishnamurti 说这个 那个脑是心的生理基础 这个我也不能说你错 这是对的 对吧 他这一句话引发美国的国会 把1990年到2000年 就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 立名为脑的世代 the daycare of the brain 是无比重要的 但是这样还不够嘛 这样还是在现象界嘛 你停留在现象界的话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为什么不要你停留在现象界 请你告诉我 不就很多人讲课都是在讲现象界吗 听起来可挺舒服的 因为不用动脑嘛 对吧 那师傅为什么不准你停留在现象界 为什么 1 2 3 go 为什么 王思景 一定不要怕答错嘛 你答错 让云端的朋友 知道说 这个答案是错的 有教化功能嘛 对吧 师傅各位师兄 大家好 孟阿 sj&ア 徒子王思景 市的回答 stored 我覺得就是假如停留在現象界一定就會 陷在那個風情萬種之間 你可能就會對很多事情就會有所執著 那自然就會煩惱重生 好 那我也不能說你不對 但是你沒有直擊要害 你快要直擊要害了 但是現象界為什麼會讓你煩惱重生 現象界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二元對立 請問你講了沒 你沒講嘛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答案你看師傅在講都 我們的行雲如流水 那麼順暢 輪到你講的時候 你永遠把最重要的關鍵給辣了 原因是什麼 沒有健行 苦的還不夠嘛 對吧 每一次苦 你就停下來想 我為什麼會這麼苦 你必然要成長 如果每一次苦 你都放他一碼 那你生生世世必然都苦 這就是最大的不一樣 健行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們看到 William James 美國的心理學支付獎 健行是檢驗真理唯一的良方 無獨有偶的就跟聖選語錄是同一個 你沒有健行的話 你的苦都 你都不要想他有可能會解套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對 特別一定要超越二元對立 現象界你一定不能停留 是因為他永遠是二元對立的嘛 對吧 有黑就有白 有生就有死 有溫暖就有寒冷 對吧 永遠就是二元對立 然後你就被迫選邊站 你幾十年都選邊站 自己都不知道 選邊站 佛教稱他為什麼 1 2 3 go 來 對 選邊站 佛教稱的名相稱他為什麼 師父還有各位同學 on our real home chadra on our real home chadra 弟子沉迷 試著回答 就是執著 對的 選邊站就是執著 王慈錦他有一次的答案是說 那我不要選啊 對吧 你有可能不要選嗎 你的老闆說要給你升官 你說我不要選啊 這樣可以嗎 是不可能嘛 你停留在現象界 你被迫你就是一定要選邊站嘛 對吧 這個就是為什麼你需要認識終極本質 是來幫助你超越二元對立 好 所以我們的課是無比精彩的啊 好 我先把它關掉啊 好 智慧無愛 我們看眾生原慈悲 有三種慈悲 一個眾生原慈悲 就是相似於愛見大悲 對眾生起了執著 起了執著叫我執 法原慈悲 對 你鼓勵眾生的方法執著 執著 執著哪啊 這個大殿就是不能唱越來鄉 這個就有法原慈悲 對吧 就是你的方法 你對他起了執著嘛 你們轉發也是一樣啊 對吧 你轉發憲民中永遠是二十 這就是法原慈悲嗎 對吧 你沒有突破你的極限嘛 對吧 雖然謝民中已經很不錯了 他原來都不會轉發耶 是你教的對吧 太好了 我們給張 給那個謝民中掌聲鼓勵 這不得了啊 這不得了啊 我記得那天去年要去他們店裡灑慶的時候 他多可愛啊 謝民中竟然問我說 師傅從這個基金會要去我們家要怎麼走 我說怎麼問過這個問題 我說你們家在哪裡 他說在金門街 我說這樣 我說你沒有用導航嗎 他說我不會用 所以這就不行嘛 沒有跟上時代嘛 師傅七十幾歲了 師傅多會用 多會用這個導航啊 是不是 所以由此我可以知道說 謝民中他不會轉發 他現在會轉發啦 還願意轉發是你調教友方對不對 對喔 我們給他們先抗力掌聲鼓勵 然後我們也期待那個謝民中突破二十關卡好嗎 對 二十關卡這個就叫法原慈悲 你的方法受到困境了嗎 你就是自己設了畫心自線 就說我就只有二十個朋友而已 對吧 講路啊 常常都講說 我就只有那幾個朋友 我說你應該要問問陳明玉 他為什麼轉兩千多啊 陳明玉常常跟我講說 我連廣告商我都轉 我說我也是啊 我有一次莫名其妙被拉進去 精靈女中的家屬群啊 誰把我拉進去了我不知道啊 然後我就轉發了 我想他一定會給我轟出來 為什麼 精靈女中是天主教啊 沒想到 沒想到我沒有被轟出來 然後有一陣子我找不到他們了 我不知道 因為Facebook我不是那麼熟 我就找不到他們 又隔了差不多一個月又出現了 我又發了 裡頭就有那個家長又問我說 師傅你去哪裡來 怎麼那麼久都沒有發信息給我們 你看吧廣告耶 廣告耶 他自己來找我的 我有沒有說你這廣告說我不要 我不要對你播放 建築商啊 建築商我也給他發過去啊 他很喜歡他還問我說 師傅你可不可以為我們點贊 我說好 我說好然後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為我點贊 一樣嘛對吧 就建立起這個友誼了嘛 所以你不要畫心自信 認為說那個是廣告商 不是的他也可以當你的隱形的翅膀嘛 親手牽引嘛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來幫助眾生的嘛 無緣大職同體大悲 就是要超越眾生緣職這個我職 同時超越法緣職這個法職 你才有辦法 就是割捨愛見悲 然後當你碰到生根死的時候 你沒有疲憐心 疲就是疲憊討厭害怕害怕死 對我們還會有更精彩的解說 這只是主題講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 施聖員小檔案也可以節省 因為大家都備熟了嘛對吧 好今天師傅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我不能跑太快 因為那個視頻要拍攝 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 在這一個時刻 無常來臨的時候 師傅挑選這個視頻 你認為怎麼樣 什麼恰當 恰當好處 應該是說讚吧對吧 這個時候你應該要去探討 生命存在 你的生命存在在這一個 風火連天的這個時代 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啊 你如果不了解這個生命存在的意義 你嚇都會嚇死 來一起分享囉 這個重要的 這麼重要的視頻 在這個時刻 在這個時刻特別的重要 十五每一堂課都是用不同的視頻 來幫助大家 進入你生命的體驗嘛 對吧 來 1 2 3 go 都不要想太久 你想太久 越想越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阿賴耶石是染污的嘛 所以為什麼不要讓你想那麼久 你的阿賴耶石一直投射出來都是錯的嘛 你直覺思維的話 你才有可能觸及終極本質嘛 對吧 來 1 2 3 go 一次 好 王子錦 師父 師兄 王阿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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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王子錦 試著回答這個視頻 那我看到是 其實他一直在介紹 我覺得今天就是 師父剛剛有特別提到我說 現象界到底為什麼 那個 我覺得他裡面講的很多重點 包括信不幸福 有錢沒有錢 對 還有什麼老闆乞丐等等 其實他在描述就是 大家其實都會在現象界裡面 去找那個 所謂我們在講的二緣對立 其實他這個片子裡面 我覺得他把那個現象界之間的二緣對立 描述的非常的道地這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他裡面有講到就是 他說其實他的生活 人都是精神上跟靈性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師父常跟我們講的 你其實真的是要去覺醒 對 然後才有辦法激發你自己的生命力 內在的生命力 對 內在的就是由內勝出 由內勝出 這種生命力 對 那個內代表什麼意思啊 由內勝出 那個內代表什麼意思 由內勝出 每個人都可以回答 每個人都可以回答 我們的內 內在內心嗎 內心 no 內在的覺醒 內在的覺悟 由內勝出 內在的inner enlightenment 覺悟 而不是向外求的 對 而不是向外求的 是 而不是內心喔 內心是什麼 還在 又在現象界啦 是不是 內在的覺悟 覺悟 觸及終極本質嘛 對吧 好 好 就這樣 好 非常好 好 吳存男 第一次 他請教回來 第一次 好 吳存男 84歲的長者 王阿伯阿伯阿伯 請坐 王阿伯阿伯 請坐 師父 及各位學長 沒有吉祥 我們有計時 一分鐘喔 所以你語速要快 從來 從來 那個 從來給他 我覺得這個 人啊 人生不易啊 人生不易就是說 你到中醫生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你不一定可以投身到人的 說不定你到惡鬼道 或者 有的到天道 那天道呢 太享受 所以人道就是 要利他 要行 菩薩道 只要菩薩道的話 你就 有可能 可能有希望 覺悟嘛 覺悟就會成佛 但是其實是不容易 時間大啦 時間這麼短 一分鐘 我還沒有講過 還有30秒 還有30秒 我覺得我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不能廢話嗎 一定要 馬上 就進入主題 生命的意義啊 生命的意義 我跟你講 人類太多 生命太多 像宇宙 一個人就像一個灰塵 假如你沒有做一點東西出來 那就是可惜了 所以生命的意義就是 我就講菩薩道嘛 就是要想辦法去成佛 但成佛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的話 你還要下輩子 還有機會啊 好 感恩我們的長老 謝謝 好 謝謝您 非常感恩 對 好 那師傅來點評 點評他們兩位講的 就是 吳春蘭你太久沒來上課 你離開一個月就代表很久了 你要知道 因為每天似乎都有開示嘛 對吧 你是很有心啦 但是 因為你離文書法教很遠 怎麼說呢 因為你說 人 其實你要講的是 人生難得今已得啦 就是說 人生要投胎為人很不容易 但是我已經成就人生了嘛 對吧 然後你說 要行菩薩道 好 因為成佛不容易 所以就是行菩薩道 這是第一個錯誤 對吧 你應該要發怨我這一生 我這一輩子 我就要正悟成佛 就像師父一樣啊 我要發怨我這一輩子 就要正悟成佛 所以你才會勇猛精進嘛 你沒有發這麼大的怨的話 你天天還是在醉生夢死嘛 對吧 所以 這個就是你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 你就說 你說 今生不能成佛的話 還有來世嘛 這就離文書很遙遠啊 文書就是講你今生就要成佛啊 你幹嘛還要再拖到什麼三千阿生奇節 那不對啦 對 這一生就要成佛 因為你發怨 然後你根對師父 你超越二元對立 直接進入終極本質 這個就是方法 這個就是訣竅 你沒有任何的理由說 你今生不能成佛 為什麼 你擁有與佛同一個佛性 所以你如何可能今生不能成佛 所以你的根本事跟佛是同一個 你沒有任何理由 那你說你今生沒有辦法成佛 是因為你用的方法錯啊 你如果一直都脫離智慧 都停留在無相賠福的學佛狀態的話 那你當然一定要三大阿生奇節嘛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一直在佛福而已嘛 福報又福報 然後無常來的時候嚇死了嘛 對吧 這是錯誤的嘛 文書不是這樣教法的嘛 文書說有相賠福是基礎而已 你不能停留在基礎上 你要怎麼樣啊 那文書怎麼教的啊 來1 2 3 GO 不能停留在有相賠福啊 那要不然你要怎麼樣啊 1 2 3 GO 你要怎麼樣啊 啊這樣不知道喔 不會吧 哎呦 那不是你丟臉啦 那是師傅丟臉啦 對吧 就交半天然後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麼擺脫有相賠福 有相賠福是OK啊 對吧 但是是不足啊 你有相賠福的話 那你天天還是苦哈哈啊 給你更多的錢 你還是不夠啊 對吧 你看吧 BioGates 你這麼有錢 可是他為情所苦 不是嗎 所以嗎 有相賠福有什麼用啊 是不足 不是沒有用 是不夠 所以文書教導 要怎麼樣 從有相賠福 拔高到無相修會 你沒有 你只要進入無相修會的話 你今生就有可能真物成佛 就這麼簡單 那關鍵點在哪 你從有相賠福上升到無相修會的關鍵門戶在哪 黃書兒 關鍵門戶在哪 師父各位師兄 我試著回答 我是黃書兒 我是黃書兒 我試著回答 就是拔高你的思維 生化思維 生化思維 方法在哪 方法就是 師父的訓練 一定要寫回應文 一定要寫作 寫作你會內化嘛 內化經典的意義 師父的詮釋嘛 你不寫作的話 花啦花啦都停留在表面而已啊 所以 生化思維是無比的重要 你沒有生化思維的話 你就是 才師也很棒 然後 你也有在放生 你也有在轉發 你都有在做啊 才法 才師法師 五位師 你都做了 但是你思維沒有跟上嘛 你還是停留在哪裡啊 遊柱亮素 這部這部經裡頭講的 啊 sorry 這部 不是 文和節 文書的經典裡頭 文書指責阿南說 為什麼阿南的智慧不如文書 因為阿南遊柱亮素 以阿南還柱就是執著 還執著在 我一天要念十部經阿 啊 我一定要念地上經阿 遊柱亮素 這就是有相陪伏嘛 那是不是說你就不用念經阿 當然不是阿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選邊站嘛 說 遊柱亮素 所以不能執著念幾部 那乾脆就不要念了 不是這樣阿 遊柱亮素就是說 你要隨順你的姻緣 我今天很空閒 我聳他二十部可不可以 可以阿 我明天很忙 我聳他兩部可不可以 可以阿 這中間我沒有任何煩惱嘛 這個就是進入無相修會了嘛 對吧 吳春蘭問我說 師傅你為什麼這麼棒 每天一點起身 我每天睡兩個小時 幾十年啦 到現在還在吹電風扇 對吧 吳春蘭問我說 師傅你要傳授絕招 我說好我今天我就傳授絕招 其實很簡單阿 你每天誦經攝取諸佛的高能量 這樣夠嗎 這樣夠不夠 好不夠 那你告訴我你接下來要怎樣 你說 早知道就不要回答 師傅各位師兄 我是黃書兒 師傅 除了說聳經之外 最重要就是師傅他慈悲洗舌 然後會救助眾生 然後用自己經典上的教導 然後去健行 同體大悲 這樣 他有沒有自己要害 有沒有 有嗎 他已經算很不錯了 方法在哪裡 第一個你要先釋放負能量 所以決定先晚上十點 每一個人都要釋放負能量 有些人很怕人家知道 我懺悔阿 我跟我的愛人吵架 你跟你的愛人吵架有什麼 好怕人家知道的 對吧 你跟你的愛人吵架 裝清牆喔 你要聽阿 我的徒弟 你要聽阿 你不用害怕你跟你的愛人吵架 這是羞恥的事 哪一個人 你有沒有跟你愛人吵過架 有嗎 哪一個人沒有跟愛人吵過架 所以吵架的時候 要懺悔 不是執著 你對我錯 那不是重點 是 你要釋放負能量 你 負能量不釋放的話 你在聳經念佛辭奏 因為你滿身都是負能量嘛 你聳經念佛辭奏 你進不來阿 第一點就是 要先懺悔 釋放負能量 第二 你每天一定要大量做功課 那大量做功課 大到什麼程度阿 因人而異嘛 你今天都已經挨墨了 你還不趕快做功課嗎 對吧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的因緣是不一樣 攝取高能量 但是你看喔 你一定要看我比喔 所以這就是雲端的人看不到的 我攝取高能量 照射誰阿 照射到的是誰 我現在鬆了一百步 藥絲金 攝取高能量照射了誰 照射了我 只有自己 所以你攝取高能量 是最大化的自私之力 這你就沒有講到 所以師父為什麼能成就 我攝取高能量 每天做功課以外 我還把他利他 傳送給苦難的眾生 你最重要的利他 你沒有講嘛 你不利他的話 你沒有辦法跟諸佛相應 諸佛為什麼能證物成佛 自覺自己覺悟 覺他幫助他人覺悟 覺行圓滿 所以要健行 健行什麼 健行利他嘛 健行同體大悲嘛 對吧 你這些都不做的話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成佛 那這還不夠啊 還要怎樣啊 這些到現在為止喔 從剛剛師父講的 那個懺悔失望負能量 守念念佛持咒 懺悔還有利他 這都還在有向賠福喔 再來就是你要升華思威嘛 你沒有升華思威的話 你必然起煩惱 你們為什麼做不到一天睡兩個小時 因為你浪費太多的能量在 緊張焦慮壓力重重嘛 你抱怨太多了嘛 師父要我寫回應文 哎呦我就起煩惱嘛 對吧 那你就抱怨了嗎對吧 你浪費太多的能量在 生氣抱怨緊張 動不動就緊張 這個人好緊張喔 時間到了要寫回應文 他好緊張喔 已經幹不到兩劍火 緊張 緊張兮兮的 對 對就是因為負能量太強了嘛 對吧 所以要練習啊 要練習就是心要很安定啊 要在動態當中培養自己 心非常的安定 不管現在只剩一分鐘了 你看師傅要轉發給你們 時間多緊張啊 就是到最後一分鐘 才開始 再整理文件啊 但是師傅也沒有說 喔我來不及了 手發抖啦 沒有啊對吧 一定是心非常平和的 你心平和 你至少維持在正能量 你一緊張 落入負能量 所以你浪費能量是一點 讓你很疲憊 第二 你不做功課 你沒有攝取高能量 第二點 第三個你攝取了以後 自私自利 只在搞自己的財苦 事業苦 家庭苦 那都不對啦 你要利他 你利他 你利他 你利他就有高能量嘛 對吧 把諸佛的東西 傳遞給別人嘛 食物傳授的方法 永遠不用錢 最大化的利他 就是全球大迴向馬 你跟上了嗎 你有沒有跟上 你有嗎 你真的嗎 欸 蠶螂養 為什麼 同學下課喔 午休 午休你們要幹什麼 要看學生嗎 對那 12點25分就可以開始了 那你說12 當然啦 12點25分是針對沒有做功課的人 他12點25就可以開始 就是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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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持奉五分鐘然後回向外 對不對 所以 吳春蘭你對師父的答案滿意嗎 還不夠就是接下來就是動中慈奏 動中慈奏請你看明天的播出是什麼 是聖璇語錄 聖璇語錄明天要播出什麼 動中慈奏一槓 反文文字信信誠無上道 信誠無上道持極終極本質 怎麼藉由動中慈奏達到進入終極本質 多重要啊 中英文你要知道啊對吧 所以期待吧期待吧 對 是呢 動中禪定啦 你動中慈奏到完 動中慈奏三口訣就是什麼呢 就是 來考你們 動中慈奏三口訣第一個是什麼 一定不會啦 心念耳聞 你就是你在動中慈奏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唸出來 因為你唸出來你就會口乾舌燥 所以你唸在心裡 有一次幾年前 沈榮海來問我說 我沒有唸出來 菩薩聽得到嗎 我說當然聽得到啊 他來我這裡問我 我說你現在喔 你閉著眼睛 你唸沈榮海沈榮海 默唸沈榮海沈榮海 我說你有沒有聽到 他說 欸有欸真的有欸 所以你默唸就好了嘛 這個心念是指默唸 重點是耳聞 你一定要聽 因為你沒有聽 你就心願意馬啦 然後唸 你的念頭紛飛了 都不曉得飛到英國美國去啦 對吧 第一個訣竅心念耳聞 第二 念而無念 要念到超越我在念 無我不是沒有啊 是超越我在念啦 一直念 噢阿拉巴沙納 念在心裡 噢阿拉巴沙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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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 你好像沒有在念 你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啊 有沒有 一定有的嘛 比如說吧 你現在看一本小說 我看得很出神喔 這個師父從旁邊走過去 我都不知道 那個就叫做 念而無念嘛 用小說你就很容易懂嘛 對吧 用詞咒你就 我不知道嘛 所以你必然可以進入那個 念而無念 其實那已經進入定了 那這樣還不夠 這樣子你會偏一邊 就是變成法 那個法詞出來了 接下來你要怎麼樣 無念而念 你要從無念已經 這個浑然忘我的這個無念當中 下降 回到你的現實的 這個詞順的實在 現上界裡頭 簡單的說 動中詞咒 是要讓你上山下海 從心念而文 開始 上山就是 直達無念的終極本質 下海就是下來到現上界 你只有這樣上山下海 不斷的操練自己 你的心自然安定 這樣可以嗎 好 請講 你是要提問還是要指導啊 我還以為你要指導呢 師傅 我還有各位同學啊 我還要講講講 我還要講講講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 我是陳茗玉 你看這就是沒有心安定 師傅在教學 師傅還要糾正你們 我是蔣陸華 我是黃書兒 我是陳茗玉 對吧 這個就是你的心有沒有安定 這不就很明明白白嗎 心不夠安定 好 努力幹措施 好 加油 好 OK 這是 你已經用了兩分鐘了 我忘了給自己計時 我去 好 計時 那 師傅 我們現在學三個咒 然後 然後 我覺得現在 我們是不是先 是我們自己 挑選哪一個相應 然後瘋狂唸那個嗎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會有點混亂 就是我 誰能夠回應他這個問題 他的意思是說 他已經學會了三個咒 然後到底要用哪一個咒 哪一個人可以回應這個問題 那你幾不就戲弄我們嗎 對吧 我那十問一次 那師傅我是真的 真的有 命一段 然後命一段 但我會覺得是這樣跳的嗎 都可以啊 這個不就動中嗎 動中詞咒啊 你如果只會唸 on all around on all around 無常來的時候 無常來 這就是無常來了嘛 對吧 無常來的時候 你就傻眼啦 一下子就不知道說 怎麼改成 on all around 對吧 所以你要隨身那個因緣 你要六來六去嘛 當然是ok啊 誰說不ok啊 化心自現 對吧 這樣可以嗎 到這裡動中詞咒可以嗎 對 所以動中詞咒是非常重要啊 你要進入動中禪定 從動中詞咒是最便捷的法門 因為你不用受任何的束縛嘛 時間空間你都可以 任何時候刷碗的時候 洗衣的時候 跟嘉明珠打電話 我一樣在持續啊 你看師傅現在在講課 也在加持這個 這個麵包啊 一定可以做得到啊 怎麼會不可以做得到 如果說我在講課 然後我就什麼事都不能做的話 那不叫做禪定啊 你記不記得 我們看的影片裡頭 就講到文書自從出家以後 就一直入定在什麼禪定啊 守嫩顏三昧 就是守嫩顏禪定 他一直在定中 但是他要出來要摩殺 釋迦摩尼佛有沒有 對啊 所以代表他在定中 他是可以做任何現象界的事 這個是佛說如幻三昧經裡頭 闡述文書自從正悟成佛以後 他始終進入守嫩顏三昧 但是在法會當中 他親眼看到大菩薩都已經是即將要正悟成佛的大菩薩 一聽釋迦摩尼佛開示說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的過 過去世所造作的惡業 所以這些大菩薩以前都有殺人 殺螞蟻啊殺蟑螂啊 你都得要去面對 哇這些大菩薩害怕了 就想說哇那這樣子我學佛有什麼用啊 沒用啊 我還是會墮入這個地獄道啊 文書在定中警覺到這些大菩薩要退轉了 文書就起來在大法會中 他是在大法會中 他的肉體現身在大法會 但是他永遠都是在禪定當中 文書就從法會起來 抽出他身體的配件走向 走向那個釋迦摩尼佛 然後拿劍要刺殺 刺殺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說 茄子茄子先不要喔 你先不要衝動 他說有殺的人嗎 有殺的你嗎 有被殺的我嗎 有殺的這個動作嗎 沒有啊 對吧 有殺的你 這也是現象界 你這個時候的化現而已嘛 有被殺的我 釋迦摩尼佛 一樣是在現象界啊 對吧 殺我的這個動作也是在現象界啊 所以你如果停留在現象界 你避苦無遺啊 文書的視線就是說 你一定要升華思維 即便我過去是累世累劫 殺了無數幾千萬個螞蟻 但是我的思維升華起來以後 我超越了生跟死 一樣嘛 你現在也是痛苦累累啊 為什麼 財苦失業苦 家庭的苦 各種苦 弟弟的精神病等等等等 你苦的不得了啊 你如果還是在現象界 你避苦無遺 你的苦沒有辦法解脫 即便你樂捐很多 公養很多 你還是很苦啊 因為你的思維沒有升華起來 一定要靠思維升華起來 認識終極本質 它是如如不動的 對 那這個就是禪定的功夫啦 這就是禪定的功夫 所以你看師傅在這邊講課 這個是在現象界啊 但是師傅為什麼同步可以 加持這些麵包 我沒有離開我的禪定 這樣可以理解嗎 師傅為什麼不斷的視線 我都知道的 張慧珍的弟弟要發生什麼事 對吧 我要的 就是講那個 講路啊 他要發生什麼事 師傅為什麼知道 這不就是禪定的功夫嗎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請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師傅 師傅沒有特異功能啦 師傅的佛性跟你是一樣的 差異在哪裡 你整天睡大頭覺嘛 對吧 你一定要睡到什麼 這個人說他睡到五點就很了不起啦 哎呦天啊 對吧 你整天都不勇猛精進嘛 師傅可是非常十足的勇猛精進 然後你心不起煩惱嘛 我不是說你啦 是說我啊 你經常心起煩惱嘛 煩惱什麼 害怕哎呀我媽媽現在 不曉得在哪一道 會不會在惡鬼道 過地獄道 你這個就害怕嘛 你就負能量嘛 對吧 你是不需要這樣子做的 你媽媽在哪裡 你用你的思維可以升華他啊 你幹嘛要跟你媽媽一起滾到地獄道 或惡鬼道 欸搞不好你媽媽已經在天道啦 你為什麼要化心自憲啊 是不需要這樣子 任何一個負能量都讓你疲憊不堪 在這邊講入法 他要分享師傅加持的大悲水 有何神奇的功效 我們有一篇蔡淑儒寫的千里之行始於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嘛 對這是道德經第64章 蔡淑儒的投稿文 他的兒子大二的男生患了罕見疾病 就是膀胱無力症 他突然他的膀胱的控尿 只剩下四歲baby的那個能力 所以他一直都尿尿 所以不能上學嘛 上學都被人家笑嘛 他要退學了 後來來上課 師傅說你一定要喝大杯水 第一次用大杯水就見笑了 現在蔣路華要分享他的大杯水 最近發生的來趕快 大杯水的奇蹟 就是我那隻小黃呢 那個已經是人睡了上百歲了 他已經是他2003年1月1號 蔣媽媽出世那個時候他自己飛進來的 2003嘛今年2021了嘛 對吧18年了 前後就19年了 對換算成人睡就是已經超過一百歲 一百二三十歲 所以我隨時都有心理準備他將要走 但是他在過年前表現的幾乎 太有活力了 一天就上上下下在鳥籠裡面又唱歌 非常有活力 那因為今年的過年 感覺就比較衝突 我在年前我要盤點大杯水 就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在叫水源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空窗期沒有接好 就碰到 所以就沒有大杯水 對就沒有大杯水 就碰到這個過年 人家也不送 所以我就 可是我過年前 就沒水啦 那那就是 他本來是活蹦亂跳 結果在過年這段時間又 差不多九天還十天嘛 我就中斷了大杯水 那中斷了以後我就發現 他就突然一夕之間 就不再叫了 我第一早上起來我就覺得 欸好奇怪 小黃什麼 每一次我叫他 他都會哇 叽叽喳喳 然後半夜也開始活力 過年這段時間 他一天一天就發現 他即將就像面臨要臨終那種感覺 那我就想 事實上我心裡就有準備了 有一個重點你沒講 就是他不能吃了 不會吃了 他本來像現在每天 我一天餵兩次或三次 他每天都可以 在這之前過年前 每天都3cc 而且他食慾很好 叫聲洪涼 在過年那段時間 哇一夕之間 他就不再叫了 然後我喊了整天 他只叫一聲 然後我再也餵不下去 那我想說我就是等他 餵不下去是他不願意吃 不願意吃飯 在嘴巴再扳開 他不願意 後來我想說 那你時間到了 我就很欣喜的 因為畢竟我一定要面臨這一天 結果沒想到法師就過完年 我約法師 法師就做了大杯水以後 我就開始給他加大杯水 又開始讓他接續大杯水 結果上午喝大杯水 中午以後我發現他開始叫了 很明顯他開始活力又回來 本來我已經準備要送中了 因為他實在太老了 然後就是準備要送中 結果我發現 他又活起來了 而且那很明顯了 就半天時間 大杯水接上去以後 所以我把這個心得 我就馬上跟法師分享 因為我太高興 我發現我整個過程 從沒有大杯水到大杯水 這個反應太強烈了 他的改變 然後現在他開始又 上上下下 又開始每天 好像小孩子一樣 又開始在爬 他說的上讓下下 只有他聽懂 我來講 鳥籠 他在鳥籠給他放了一根樹枝 然後他也可以站在那樹枝上 然後他現在多厲害啊 不願意的停留在那樹枝上 他就抓住鳥籠 這裡這裡跳一下 那裡跳一下 自己還會跳躍啊 你看他生命力完全 你不會想到過年那一段時間 特別過年特別冷 今年特別冷 他完全就是拒絕再活下去 他不想活了 就是完全沒有生命的意願 然後給他服用大杯水以後 他完全展現生命的璀璨跟睿智 這個就是再一次的證實 那個大杯水的高能量 好 我們感恩他分享那個大杯水的神奇 但是我們也從他身上看到他的囉嗦 拉渣 他不是只有這一次 他次次都是很拉渣 對 一定要學會自己要害 幾分鐘就可以 重點你要把握重點嘛 太過於 夜障深重呢 三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什麼 以夜障目 就是師父的視線你看不到 師父講話一定是直擊要害 你沒看到 第二個呢 扭曲 無盡的扭曲 對無盡的扭曲 第三個呢 無力感 他視線什麼無力 言語闡述的無力 時間控制的無力 對吧 所以你要在日常生活當中 檢驗自己 這個就叫做践行 可以嗎 好 我們感恩蔣路華的視錯 然後也感恩他的分享 這個分享很重要 視錯一樣非常重要的功德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能再往下講 但是如果我今天又沒讓講路 分享他的那大杯水 他一定覺得很餓完 因為他已經等好幾個禮拜了 三個禮拜本來要講 又沒講 對吧